航運業衰落已久,今屆政府猛然不知 結業潮出現,為什麼失業率沒有暴升? 這都叫左階?終於有單真正的正能量新聞 日前海外媒體報導指國際航運界重整全球航線 香港恐失去國際航運中心地位 國際航運界研究機構Alphaliner 17號發布的最新數據 數據顯示,香港港口吞吐量跌至大十一位 是有紀錄以來首次跌出十大 時評人李世文表示,上世紀90年代末 董建華政府已意識到這一危機 很奇怪延屆港府對這些一無所知,只懂得反駁 國際航運界研究機構Alphaliner公佈 全球最繁忙的30個貨櫃港口的最新統計 香港跌出全球十大貨櫃港口之列,跌至大十一圍 上海、新加坡、琴寧波港,跪裂三甲 杜拜亦取代香港,晉身大十大 數據指,本港去年錄得港口吞吐量1434.2萬個標準箱 按年跌14.1% 並屬連續大七年下跌 並較2019年減少21.6% 上海、吞吐量約4915.8萬個TEU 繼續圍列榜首 按年增3.9% 並較2019年增展13.5% 大二及大三圍分別為新加坡及寧波 分別錄得3901.3萬及3,530萬個TEU 按年分別增4.6%及5.8% 並較2019年分別增4.9%及28.2% 排大四支大九名分別為青島、深圳、廣州、南韓虎山、天津及美國洛杉磯、長灘 香港航運業衰落,問題存在已久 時評人李世民分析指,香港有一些先天地理上的限制 比喻碼頭很難擴建 上世紀90年代末,政府有想過將碼頭由葵涌搬去南大嶼 但考慮到盧面等配套設施,發現投資太大 計過條數根本不值得 至於政府知不知香港在海運方面有這些限制 李世民肯定表示,一定知 在董建華時代就已經知了 董建華自己就是做船務出身的 當年的政府已經考慮香港只是做物流,不做船務 但去年2024年,前幾屆政府各種政策上的考量 今屆政府似乎完全不知情 當人家通知你,你終於跌出十大了 你就走去批評人家捏造事實,肆意攻擊,無中生有 李世民說,參考國際大城市,比喻倫敦、紐約 他們在發展過程中會進行經濟轉型 紐約曾經是重要港口,但整個城市已轉型成為金融城市 雖然現在紐約的港口仍在運作 但由於成本太高已經慢慢被美國其他城市的港口取代 香港情況亦現,香港人工成本高過大陸 規模又不及大陸 加上大陸方面近年不斷擴建港口,大幼後來居上之勢 因此國際航運中心地位被周邊城市取代屬意料之中 重要的是香港能否如倫敦、紐約、守住金融中心這些金漆招牌 政府統計處18日發表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 指失業率由2.9%上升至3% 工程、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等行業的失業率 有相對明顯的升幅 有網民質疑,結業潮出現著為何失業率無暴升? 政府發表統計數字指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的2.9% 上升至2024年1月至3月的3% 就業不足率也由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的1% 上升至2024年1月至3月的1.1% 於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比較 於2024年1月至3月期間 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均見上升 其中地基及常改工程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以及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不包括清潔及同類活動 有相對明顯的升幅 就業不足率方面 上升主要建於零售業 政府指 香港總就業人數由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的369萬4,700人 下跌至2024年1月至3月的368萬8,400人 減少約6,300人 同期的總勞動人口則由379萬7,000人 上升至380萬0,100人 增加約3,100人 失業人數由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的102,300人 上升至2024年1月至3月的111,700人 增加約9,400人 同期的就業不足人數 亦由37,600人上升至4萬人 增加約2,400人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瀚認為 3%的失業率及11.17萬的失業人 仍屬於低水平 有網民質疑 香港到處可見商鋪結業 明明結業潮出現著 為何失業率僅上升0.1% 有留言分析指 因為移民潮其實都走了20至30萬勞動人口 現在都還有少量青藏年人走著 所以很多公司出現請人難的情況 另一角度看20至30萬勞動人口消失 而整體的失業率從2.9%未升至3% 即是那20至30萬勞動人口的職位變相消失了 很多網民不相信政府數據 認為政府要營造幼稚及興的效果 為了國家安全在數據上造假大有可能 現在什麼數據都不准報導 阿水知道失業率多少嗎? 各失業率是政府公佈 自己想想吧 還有留言說 數據是政府抽揚訪問的結果 但失業標準不知 可能跟中國標準 知不知道為什麼人家會說明就明不明就找黎明 而不見話不明去找黃耀明呀? 不知道 或者由下面這件事入面你可以找到答案 話說4月18日晚 歌手黃耀明、填詞人鄒瑤輝 在深水埗合社舉行見面簽名會 又在場排隊的市民旨排隊期間 竟然有4部警車到場 青鞋收到投訴現場有人阻階 其中警員要求記錄在場人士的個人資料 擾揚一番之後警員才離開現場 據悉相關活動由香港文學生活館主辦 文學生活館早前原定在新蒲崗一間公廈 舉行文學貴押族展覽灰白則留言 但因接獲投訴而轉到深水埗合社 以非公開形式進行 28日就是活動的最後一天 押族活動就是黃耀明和周瑤輝的見面簽名會 誰知這都說有人阻階 我好想知道Nana在大街上跳舞唱歌算不算阻階 又不見有警車去 還有說姜濤灣算不算阻階 我覺得4部警車阻階些 不知道的人見到出動4部警車這麼大陣仗 還以為是觸頭號通緝犯 現在有人阻階還好洗過萬金油 香港連這麼小事都不能容納 難怪所有外國公司都離開香港 港府還想有投資者來香港發夢了 看來杜拜王子早走是有先見之明 用什麼大日在香港搞不成家族辦公室 做回正行做歌手 和粉絲搞見面會時被人投訴了街架 早兩期節目有個觀眾留言說 叫我們看多些真正的新聞少些發牢騷 觀眾的留言我們都會很重視 有職改資無職加冕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報一則正能量新聞吧 大家不要誤會呀 是名副其實的正能量 大家都知道現在香港的餐飲業慘淡 而今屆DSE最近正如火如荼 有善心的餐廳老闆又留意到自收室 Sterbuck等地方錯滿了溫習的學生 爆了無位 而自己家餐廳因為近日私道不景 經營狀況今日不知明日是 反正行時段很安靜 地方又大大把位 於是決定免費開放場地給學生溫習不止 另外還會免費送一杯飲品 及一份甜品給學生哥 想知道這間餐廳叫什麼名嗎? 就是位於灣仔春園街春輝大廈的烏魯魯魯餐廳 烏魯魯18日公佈 由職日開始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兩點半至五點半 免費開放與學生做自收室 餐廳負責人Ricky在接受renews訪問時表示 他們的餐廳可以容納到近百人 最近食肆生意差得很緊要 Tea time零客那樣 同時坐在這裡沒什麼做 反正這個時段我們是沒用的 不要浪費了它 介紹回我們地方很大 只是想陪你一起考試 負責人表示學生只要出時學生證 不一定是要應屆考生都可以來這裡溫習 不單可以免費進去 餐廳還會免費送一杯飲品及一份甜品 為什麼要這樣做? 負責人說 因為你、你、你和我都是樓下來的人 那他們都要喝東西的 那個cost不是很高 給點甜他們開心下都是一些心意 只在繼續和大家打氣 一起努力行將來的路 嘩,真是要豎起手指公 讚一下這個餐廳老闆才行 不少光顧過烏魯魯餐廳的網友都紛紛留言大讚 餐廳老闆真是很好人 希望他用心做生意 用心幫助人 並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讓餐廳繼續幫助香港人 有網民就說 多謝店主及員工 曾吃過lunch 喜歡這裡的環境、食物及員工態度 多謝小店讓我留下美好回憶 另一個網友就說 環境真的不錯 地方夠大 這間餐廳飲食質素都不錯 而且份量好足 還要pet friendly、好舒服 還有一個網友就說 偶爾就帶朋友上去吃 老闆真好人 食物質素又不錯 在這裡我也代表同學 多謝這位這麼有善心的店主 好人有好報 祝老闆生意興隆 日日爆滿 豬籠入水 同時也希望同學努力加油 真香港人努力加油啊 大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 有一幕引發關注 當劉嘉玲代丈夫梁朝衛領長時 他稱對方是偉大的演員 不少網民覺得偉大一詞言之過重 有網民覺得 以梁朝衛的地位 其實用什麼還是這麼銷 一點都不大體 應該都同時稱讚其他候選人的努力 令件事得體些 又不失大將之風咯 巧合的是 劉嘉玲以一款金色龍蝦裝出席 被指向1991年電影《御龍共舞》中 葉德閒的龍蝦裝致敬 因此有網民表示 如果要數偉大的演員 Danny姐才是當之無愧 大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 最佳男主角由梁朝衛 憑金手指奪得 今次是梁朝衛大錄到在金像獎上封影帝 對上一次稱帝已經是2004年憑2046 由於梁朝衛身在德國 因此獎項由太太劉嘉玲代為領取 劉嘉玲的晚裝十分搶鏡 尤其胸口的一隻金色龍蝦成為全場焦點 原來龍蝦晚裝大有來頭 例子意大利高級品牌 Scrapper Rally 2024春夏系列 在巴黎時裝周又出過場 微光女星Zendaya和Selena Gomez也先後著過 劉嘉玲代仗夫發表感言時大讚韋仔是偉大的演員 我覺得一個演員呢 她可能付出100分的努力、200分的努力 但梁朝衛先生是付出了500、1000分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香港有個這麼偉大的演員 應該值得驕傲 身在德國 以視像形式出現的梁朝衛則更正太太言論 謙虛表示自己只是一個好演員 稱不上是偉大的演員 有網民表示偉大一詞言之過重 她老公是個很偉大的演員 請問演員有多偉大? 做演員可以幫助到其他人嗎? 為社會不公出過聲嗎? 為香港自由抗爭過嗎? 自己喜歡拍戲、名利雙修,那就叫偉大? 劉嘉玲的龍蝦莊和1991年電影 與龍共舞葉德閒的龍蝦莊相似 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金色龍蝦 後者是紅色龍蝦 有網民笑指劉嘉玲在此向Danny姐致敬 如果要數香港偉大的演員 Danny姐先當之無愧 而2019年71歲的葉德閒 除了在6月9日、6月16日、7月1日 走上街頭和市民一起參加遊行外 7月7日再度被發現 在九龍大遊行的隊伍中 雖然她知道自己將被北京當局封殺 但仍表示走出來是理所當然 天經第二 當年在接受明報訪民時 葉德閒不偉言 特首林鄭月娥應該下台 香港一定要優真普選 港府應徹查警察暴力 應該重寬對待因參與反修例的被捕者 她又說經過多次反修例遊行 大家感到疲倦 但仍願意走出來 對此她非常感動 此外她亦表示很佩服走上街頭的年輕人 感嘆香港人欠了年輕人 4月15日是傳聞國家安全教育日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透過視像發現時 形容香港經濟猶如宇宙中的太陽 烏雲永遠遮不住他的光芒 為同日《星島日報》率先報導 全球三大航運聯盟大幅調整航線 部分航線不再停泊香港在內的港口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向星島表示 自今年起其所屬的海洋聯盟 對航線佈局及港聚作出較大幅調整 部分航線不再停泊香港在內的港口 同時因應鴻海危機 有一條靠泊香港的航線亦正暫停運作 不過東方海外認為作為轉口港 香港仍擁有優勢 報導指,航運界即將迎來新整合 目前三大聯盟為2M聯盟、海洋聯盟及THE聯盟 但2M的馬時機與THE的克伯洛特 將在2025年零祖新聯盟雙智星 導致2M解散 雙智星已定的澳亞航線中 已不將香港作停靠點 取而代之是鄰近的深圳、鹽田港 至於海洋聯盟成員不變 合作期延至2032年 但亦因航運業洗牌的競爭 今年起涉及停靠香港的遠洋航線 已由11條降至6條 香港福貨人委員會執行總幹事 何立基表示,深圳及廣州碼頭的處理糧正不斷提升 香港港口吞吐糧未來幾年仍會截至下跌 香港一直被深圳及廣州的港口搶奪生意 這些碼頭資金仍繼續擴建 是香港無可避免的困局 相信隨著航運公司持續減少停靠點 未來幾年香港的吞吐糧會繼續截至下滑 本月初《自由亞洲》報導指,又鑑於香港的政治局勢 西方國家政界、商界都正在重新評估香港的經濟地位 種種跡象顯示香港航運中心的地位正在急劇退化中 更由美國業內人士直言,國際航運業正放棄香港 今次星島文章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發表 與夏寶龍的發言相影成趣 夏寶龍表示,23條實施至今 朱多跡象表示外資對香港投下信心票 可以證明香港仍然是全世界營商環境最好的地方 賺錢、營利及成就夢想的最好地方 優如宇宙中的太陽,烏雲永遠遮不住它的光芒 香港的繁榮不時幾篇文章,幾聲鼓噪就能唱衰的 香港的發展也不是幾隻塘臂、幾條型腿就能阻擋 讓那些見不得香港好的人去哀鳴 香港的明天注定輝煌 有市民說,未來香港的經濟走勢難以預測 但夏主任的搞笑本領的確高超 今天,這裡,everything is wrong 哈,不知道用這句台詞去總結4月14日在香港舉行的 大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合適不合適呢? 由獨屍大狀贏得最佳電影獎項 話說,由王子華主演香港電影史上首部億元票房電影獨屍大狀 在今屆金像獎上雖然獲得10項提名 但最終除了得到一個最佳電影獎 其他獎項全部落空 包括吳偉倫提名最佳導演 王子華提名最佳男主角等 王子華在電影獲最佳電影致辭時表示 指製作團隊做了出色工作 但他們是得不到一個獎 王子華甚至忍不住耿煙 對此很多網民表示,公道自在人心 觀眾心中早已頒發多個獎項給獨屍大狀 身體最誠實,票房易反映出來 不要為男主角獎項失望 反而得到最佳電影獎項 你們的團隊已經贏得很多市民掌聲和認同 大家已經Win Win 也有網民認為獨屍大狀可以獲得一個獎 其實已經是一個意外 畢竟獨屍大狀政治不正確 還有網民表示,獨屍大狀為什麼賣了? 為什麼好看? 還是一種社會渴求? 是不是因為很多香港人都渴望有的東西? 但偏偏現實世界偏偏就沒有 只可以在電影裡面找得到真是淒涼? Yep,今日,needle,everything is wrong 又說23條之後全力聘經濟的? 沒想到無線及鳳凰衛視未聘經濟之前就先搞合併 看來香港觀眾有眼福了 以後天天都有什麼手撕日本鬼 接被擊落日本空軍等等抗日神劇看 話說無線及鳳凰衛視15號公布 通訊局批准無線TVB提出改動其節目頻道編排的申請 即在82頻道推出TVB Plus 以取代原有的J2及85頻道無線財經體育資訊台 而85頻道就推出鳳凰衛視香港台 雖然TVB在聲明中指會繼續有5條免費頻道 但實際上免費頻道會由5條變4條 原本85台財經體育資訊台會停播 改由鳳凰衛視接手播放鳳凰衛視香港台 這個改動將於4月22日即下星期一起生效 鳳凰衛視在97年主權移交前一年 又做過解放軍軍官 全國政協常委劉長樂創立 一提到解放軍、全國政協這些字眼 大家就知道鳳凰衛視是什麼了 別說香港人了 就連當時的美國總統都知道鳳凰衛視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2020年4月6日 當時的美國總統Donald Trump 在白宮記者會上被鳳凰衛視內記者追問 是否會與中國合作時 Donald Trump反問該記者 你是為哪家媒體工作的? 是中國的嗎? 女記者當時即刻否認 No. Hong Kong 然後被Donald Trump一句撕過去 Who owns it? China? 鳳凰衛視目前的大股東是中國的文化央企 指經文化集團 鳳凰衛視現時的總編輯孫玉勝 曾任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主任 換言之日後香港觀眾真是有眼福了 何止抗日神劇 三年超英趕尾等等打雞血節目 一定會看到大家熱血沸騰 香港又向大陸化賣出一大步 可喜可賀 聲大大沒有貨賣 拔他口號治港 厲害 香港經濟起死回生 全靠他了 海港sir罪成 五月宣判 核客入侵 人安醫院改人手操作 恐真出錯風險 2022年7月1日 中共黨魁習近平訪港 提出四點希望及四個必須 近日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又對香港提出 五項需要 特區已經正式進入口號治港的年代 口號只會越喊越多 越喊越大聲 至於實際有效的治港政策 對不起 我不知道 我只是懂得反駁 今屆特區政府最厲害是口號治港 日本正經一派胡言 什麼由亂轉至 由至及興 行穩至遠 繁榮穩定 撥亂反正 重回正軌 長至久安 都是什麼高大空言論 講得多做得少 市民聽到都煩 奈何黨國性產口號 日前夏寶龍又提出 香港由至及興的五項需要 不過五項需要流於口號 反覆揣摩都不解其意 我們看看到底是哪幾個需要 第一 需要勞守國家安全底線 才可以護航香港高質量發展 對此 時平人都要明指 2020年前 香港什麼國安法都沒有 經濟大致上繁榮向上 比起五年後的今日都好 難道那些年的繁榮是假象? 眼下香港 國安法一條變兩條 經濟不景氣揮之不去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高質量發展? 第二 需要更加堅定一國兩制 發揮一國兩制 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作用 全世界都知道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了一國一制 難道只有夏寶龍不知道? 既然都沒有了一國兩制 又何來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呢? 第三 需要將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好 發揮好 令一個個金字招牌更加閃亮 目前的情況下 香港的問題不是鞏固 更不是發揮優勢 而是處於一個一路向下的狀態 夏寶龍是癡人說夢 還是自欺欺人呢? 第四 需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為香港駐入強勁動能 提供更大的商機 終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難道香港還有國家認為可以榨取的正如價值? 香港人不想消費 算不算融入大灣區這個國家發展大局呢? 但是後果卻導致了本港消費市場疲弱不振 而至於傷害本地經濟 另外 白車送大陸患者來港就醫算不算融合呢? 後果都是要香港納稅人埋單 所以中港越融合 香港越吃虧 第五 需要主動適應新形勢 新挑戰 展現新擔當 是積極作為 創新創造當中 實現香港的新飛躍 什麼是新形勢 新挑戰 新擔當? 難道香港過去沒有積極作為? 沒有創新創造? 難道香港在1997年之前 或者在2020年之前沒有任何飛躍 一切都是靠中共和國安法加持 香港社會才能繼續發展 總之夏寶龍發言都是通篇口號 通篇廢話 總結起來就是三個字 假 大 空 其實中共就是口號治國 加因為黨魁都沒有什麼文化 可惜這種作風被複製到香港 加上禁界政府都沒有什麼料 看怕未來的口號只會越喊越多 越喊越大聲 將許章聲勢做到極致 嘩 厲害 今次香港起死回生 全靠它了 話說4月19日 女法局宣布去年12月開幕 為期半年的廟街夜市 將延長半年至今年12月 為什麼要延長呢? 皆因據女法局總幹事 程鼎一說 直至今年4月初 估計超過150萬名遊客和市民到訪廟街 以人氣激活廟街 成績令人鼓舞 女法局更加表示 圍園廟街牌坊附近的食醉廟街 已經引入了近期大熱的手打檸檬茶和冰糖水果串 現時共有22檔特色美食攤位 和10個懷舊小食流動攤檔 不僅如此 夜市還將會擴大特色燈籠布置範圍至300米長 並邀請歌手韻光拍攝宣傳片 我真的好奇這150萬名遊客是怎麼計出來的 走過計不計呢? 另外每次只報道訪旅客的數字 不敢報有多少在東南亞歐美旅客 是不是全靠大陸人去抓數據 騙人又騙自己? 為什麼只有150萬人? 香港不是有700多萬人嗎? 為什麼比率這麼低呢? 還有說150萬人似很厲害嗎? 一個long weekend 上深圳的香港人都不止這個數吧 為什麼沒有交代做了多少個億的生意? 以前股市基本每日成交 起碼1300億至1600億 黃市起碼2000億以上 現在平均每日只有900億至1000億 即是香港每日做少了幾百億生意 我想問一下 夜繁紛是否可以救到香港? 還是在港府官員眼中 香港經濟起死回生 全靠廟街、夜市、日夜都繁紛 是嗎? 至於行指只有16000點都無所謂 碼頭生意跌出十大都無問題 是不是這樣? 既然廟街夜市那麼旺場 一於不要讓它停 像毛澤東說的 要年年搞 要月搞 一日搞 不搞死香港 唉 不要意思說錯了 應該是不搞活香港 勢不罷休 號稱海港sir的警司陳海港 涉於五年前和前同袍 全謀騙取超過2600萬元按揭貸款 被裁定兩項欺詐罪成 案件押後到5月17日判刑 期間兩名被告需要還押 現年50歲的陳海港 於2013年任職警司 現在已經被停職 他和49歲前督察 報稱商人的汪浩毅 和被控兩項欺詐罪 控罪子 陳海港分別就兩個物業 向東亞銀行及華僑永康信用財務 申請按揭貸款 其中一筆貸款和他的包帝陳海峻一起申請 陳海港在貸款文件中沒有申報是警司 敖稱是受告於 汪浩毅妻子持有公司 出眾資本有限公司 月薪24.5萬元 最終東亞銀行和華僑永康 批出兩筆約 2146萬元及480萬元的貸款 陳海港利用部分款項還債 2019年陳海港多番發表支持警隊的言論 新冠疫情期間 陳著名海港sir 以香港警察名義向武漢市第一人民醫院 速第一盒列有520個口罩的紙箱圖片 紙箱外面更特別標明520我愛你的字句 其後陳海港也接受多家媒體採訪 辯方認為陳海港具有一定知名度 不存在乞以隱瞞警員身份 但是區域法院站委法官王正宇認為 他並不算公眾熟悉的知名人物 對於辯方指陳海港在東亞銀行開戶時 曾申報警員職業法官指 他只是向銀行分行申報 而不是向負責審批貸款的信貸部申報 沒有證據顯示信貸部知識他的警司身份 汪浩毅就被裁定一項欺詐罪罪成 案件押後到5月17日判刑 期間兩名被告需要還押 有網民認為有權不用盡做警察來做什麼 還有網民說 今天做得警察 個個都有乞底 海港sir是不是得罪了人 所以才出事 也有留言感嘆 一批批去坐牢 難怪警隊連連請人 據香港01報道 大維仁安醫院的電腦系統 於4月15日被黑客惡意攻擊 黑客曾經向醫院勒索1,000萬美元 借大約7,800萬港元 不過院方未有支付 截至發稿為止 醫院的電腦系統仍然未能如常運作 發言報告和配血都需要改由人手操作 由醫護受擔心會增加出錯的風險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耀會長方寶橋說 事件性質和早前數碼港資料外洩相似 被入侵的原因 都是涉事公司沒有安裝防毒軟件 網絡保安差 甚至或是員工禁入了一些釣魚網站 所導致 事人轉員工處於4月16日收到相關事故通報 而人安醫院星期四發布公告承認遭到攻擊 部分運作受到影響 並聲稱已即時提升網絡保安措施 阻止進一步入侵 未發現病人資料早洩漏或盜用 但未透露其他詳情 由醫護指 醫院的所有流程都要經過電腦系統 出發言報告 配血和人手安排都要經過電腦系統 事件雖然沒有直接影響診症 但改有人受協調和操作都會延長醫院流程運作 這樣會導致醫護加班的情況比平日嚴重 情況已持續了大約一個星期 仍然未有改善 擔心因為疲勞工作增加醫療事故的風險 由電腦系統入侵的截圖可見 是Logbit勒索軟件 據查除了人安醫院 還有包括本港上市公司及其他公司也被勒索 對此有網民表示 無糧乞客 醫院是掌握很多人生死的地方 怎樣都不可以搞醫院 也有網民認為 逐而證明 重視科技如何進步 始終都不能代替人腦、人手 甚麼都說科技化、電腦化 最終都可能只會禍害人間 另一位網民還表示 那幫所謂的垃圾高層 每每一遇有問題 必定會推卸責任、卸卸 射罪給下面班底層員工 也有網民覺得 真正懂得解決問題的人都疑問 剩下的不就只懂得推卸責任和卸卸 國安工作? 黃日戰被四男跟伯肉麻 中共其實很怕香港 江玉歡說 香港食路本是甚麼都聽阿爺說 高材通香港捐血 網民會不會變第二個河南省家 賢學施政前召集人黃日戰 17日出發去台灣旅遊 他表示一落樓就被四個男人圍住 他上傳IG的直播顯示 其中一名男子一邊拍攝一邊辱罵黃日戰 黃日戰在直播中表示 相信對方都是收拖打做事 其實中共一向和黑社會關係良好 今次下拖打的 是不是就是國安部門呢? 叫黑幫成員做這些 政府不方便出面的髒事 黃日戰在IG上表示 17日和女友去旅行 怎知行程被曝光 一落樓就被四個男人圍住影 四人跟隨他到東涌暫時 其中兩人不知所蹤 直播可見 剩下的兩個男人大約30歲左右 均戴CAP帽和口罩 其中一人穿黑衣一言不發 只對著黃日戰是這麼拍 另一名男子身穿黃日戰早前發售的白色T-shirt 上面用紅筆寫了人血饅頭四個紅字 該男子聲音生啊 不斷辱罵黃日戰吃人血饅頭啊 握光人家的錢走去台灣啊 T-shirt用了大陸課 期間不斷重複些粗言畏譽 黃日戰重申早已就此致歉 現在改用日本品牌 但白衣男子不依不搖 重複講粗口並挑釁黃日戰 你說話啦 黃日戰全程表現平和 問對方是否收錢做事 收了誰錢 問會還是大工 對方均無回應 之後黑衣男子收到電話後忽然跑走 船隻白衣男子也跟隨 兩人就此消失了 黃日戰抵達目的地後 在IG上發文回顧事件 指四人分工明確 兩人在院處拍攝 一人在旁拍攝 最後一人擔當主攻守 他說連朋友都不知道我今天會離開香港 到底何人能得知我今天會前往機場 並如此精準掌握我的行程 進而埋伏 為何我一開Live 就有人打電話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拔腿逃跑 他又指 近日有一些連頭像都沒有的假象號 會定時進行攻擊與抹黑 連留言的內容於時間也神奇地一致 究竟是反博隊所為 還是世界上的確有這麼多巧合 他說自己自希望在香港努力地生活 不解當局為何要浪費這麼多資源在他身上 2024年還在用這種不入流的方法 意圖人格謀殺 實在老土發味 最後他表示 作為逢工守法的良好市民 我決定報警處理 相信相關部門一定會警惡情奸 其實中共一向和黑社會關係良好 中共就是黑幫大佬 之前中聯辦可以指使白癡人 無差別襲擊市民 今天顧忌重演有什麼不登呢? 為了國家安全共產黨有什麼做不出? 何況國家大把余算 看怕今次只是試水溫 身在香港的社運人士要隔外小心 中共2020年在香港實施《國安法》 發黎生效後 當局將民主派和公民社會斬草除根 自此香港再沒有大型集會遊行 換言之 香港對共產黨已無任何國安風險 但共產黨並未就此收手 在今年光速通過並實施《23條》 資深媒體人程祥表示 面對香港 中共無法擺脫自卑及恐懼 那為何中共會恐懼香港呢? 情長說早在1986年北京著手制定《香港基本法》時 中共對香港的擔憂就顯示出來 《基本法》在草委員會副秘書長魯平傳達中共高層意見時 提出香港有可能變成一個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基地 因此中共將香港定性為經濟城市 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只適用於經濟領域 不適用於政治領域 中共之所以恐懼香港 是擔心香港將西方的普世價值輸入內地 1983年 當時北京負責宣傳工作的鄧力群就提出 西方意識形態透過香港不斷扶食大陸 香港電視每分每秒都在荒毒 廣州已經完全香港化了 廣東變難了 正常說這簡直就是把香港看成嚴重的毒素 八九六四期間香港百萬港人上街遊行反對鎮壓 之後六四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每年都會舉行燭光晚會 這也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動 這讓北京更擔心香港成為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基地 2018年解放軍少將徐嚴公開說香港人最壞 為何壞呢?因為三分之二的香港人都恨共產黨 他說九七年中共接管香港時曾分析過港人的成份 發現三分之一的原住民 有點傲氣但對大陸沒什麼怨恨 還有三分之一是1949年1950年逃避共產黨迫害逃難去香港的 這些人對共產黨有著黑骨的仇恨 還有三分之一是三年大饑荒時偷渡到香港的 他們對中共的印象也很差 因此他認為共產黨必須改造香港包括去殖民化改造 此前又分析指中共妒忌香港、妒忌香港人生活水平高、見識廣 明知港人反共但基於香港的國際地位 由美國、英國看著香港 北京不敢明目張膽地打壓 比如2003年50萬人遊行反對23條 中共不得不做出讓步和妥協但就壞恨在心 自此共產黨用盡手段對付香港人 情長提及中共公開羞辱香港人的做法也是恐懼的表現 自大皆因自卑 這也是為何中共官員刻意在港人面前表現得很自大的原因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4月15日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上發表了 再三提醒香港不能用舊思維解決新問題 要大膽創新引令香港轉型升級的重要港華後 選委屆立法會議員江玉歡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就表示 香港之所以步向食路本的成因 是什麼都聽阿爺說 欠缺主動開拓新勞徑 江玉歡又認為政府首要是要吸引有能力的外來人才加入 才可以注入新思維、新能量 扭轉政府黑板搜救形象 他說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想加入Facebook、阿里巴巴 不是因為高薪,是因為潮 他們反映的意見會有人聽 我有時都在想 如果二十多歲的我都不會想入政府,這麼悶 再不是進去都是做跑腿 真是很難做出頭咯 久而久之,政府政策漸變得路透,不合時宜 咦,什麼現在香港還有路本食咩? 阿玉歡姐,你好像不記得了香港現在是什麼環境咯? 嚴國安法都未夠,還要加上二十三條 別說普通市民,恐怕就連立法那班人 自己都不清楚那條紅線到底在哪裡 在這樣的環境下,你覺得那班人 過兒曬問啦,就算未移民的 都是想著多點幾年,點到退休就走人 就算有人有身思維,你覺得他們夠膽講出來嗎? 現在個個都是想著怎樣明智補身 所以如果中共還在,香港就只會越來越慶 慶合合那個慶啊 考一下大家,話說港府於2022年底實施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 至今已經有近4.4萬人底港 有些至今都未找到工作,你覺得這些高財通 怎樣才能更好地融入香港? 一,學好廣東話。二,捐血。兩個答案,你選誰? 當然是二啦,否則怎能體現出血濃於水啊? 4月17日,高財通人才服務協會舉辦捐血濃活動 協會理事會會長、立法會議員上海龍說 雖然這班高財有些還未找到工作 但仍然願意出心出力捐血 希望這次活動有助這班高財融入香港 而有高財就表示第一次捐血便貢獻香港 感覺特別棒,未來會繼續捐血,這麼說 從港媒對這單暖心的新聞報道圖片可以看到 其中一名女高財捐血時,不忘拿著寫著 捐血是愛呀的橫額 嘩,這麼高調捐血,還要出賣Banner? 感覺像做show多些 不過,對的對的,做善事一定要高調宣傳 好像關外隊那樣,如果不是,做例為什麼呀? 嘩,抽完血,會不會馬上就送過關呢? 另外有網民就擔心,這些高財在大陸生活了這麼多年 吃了不少科技魚狠活,會不會連血都是元素血呢? 更有網民擔心,會不會變成第二個河南省呢? 聽家超、姚中一直說,勝過獨子片 方建議由日本,看到某國人想應缺得一幕 來任後都要地位和尊重 林鄭辦公室一年豪費917萬元 獲選2023年全球最煩惱貨文機場 網民拆解原因 今天帶大家來領略一下 什麼叫做聽君一直說勝過獨子片? 前日是所謂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嘩,現在香港又有國安又有23條 已經是全世界最最安全的地區了 還要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But anyway,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以視像認識出席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典例並發言 夏寶龍提到時代內地在變 整個市場結構、消費模式都在改變 所以我們要主動適應時代發展潮流 積極識變、應變、求變 既然夏主任發表了重要講話 特首又哪敢不發表下拍馬屁心得? 於是李家超在舉行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 形容夏寶龍的重要講話 表達了對香港的親切關心並指明方向 他說對夏主任的講話有五個領回 包括香港正經歷經濟轉型 港人應該一如既旺 不怨天不由人地去面對 要創新創造應變懂變 阿特首先生 我們好像從來都未怨過過天 我們個個心裡都很清楚 香港現在搞到這樣 根本就是人禍 又怎會怨過天 轉型?轉什麼? 原本好地地 忽然就入慶了 還用什麼轉型啊? 做全世界最多為止的中國城市都幾好啊 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4月16日 在新城電台節目中就說 夏寶龍是為香港經濟開藥荒 認為香港和內地猶豫歸吐賽跑 內地在疫情期間飛速發展 許多方面已經追上香港 提醒大家要思考新春勞 哈哈哈哈,真搞笑啦 打殘一隻套 然後說一隻套跑得慢,甚至不跑 阿譚先生,你這個形容真是挺搞笑的 隻套仔一早被隻龜打到驚脈盡斷 不要說龜,蝸牛都跑不贏啦 思考新出路,香港已經有國家安全 已經是最好的出路了 還用什麼再思考新出路啊? 你們不要再在這裡危言耸聽了 現在有國安和23條加持的香港優勢 已經是無可代替 還要思考什麼新出路啊? 莫非你想回到2019年前,你真是大膽 其實香港什麼都不用做 只要納多些法就可以了 23條不夠就納夠24條、25條 再不夠就納到230條 包補難以百病 前大台主播方健二近日在社交平台 分享一段於日本京都拍攝的短片 片中一群難以辨認國籍的男女 猛烈搖仿櫻花 方健二批評行為缺德 因為棵櫻花很慘很慘 方健二在Facebook專頁上表示 京都旅行返港已近一個星期 和大家分享日本櫻花滿開的圖片是開心的 但不是每幅畫面都未好 他請大家花28秒看看一條賞鷹的缺德片段 他說事發在京都 當時同先生在餐廳準備吃晚飯 隔著寬大的玻璃 見到在另一場景的遠處 有一群難以辨認國籍的男女 在河邊與櫻花合照時 竟猛力搖晃櫻花樹枝 花反如雪片般跌落 營造落櫻浪漫效果 這群人沒收手 再搖三搖四搖五搖 搓到樹枝都散 破櫻花很慘很慘 他感嘆 其實無論在香港或外國 保護公民這些從小到大都說到打喊爐的普世價值 永遠都會遇到、見到 但最可怕的是 當你糾正別人做法時 有人會合理化歪道 他說試過紅葉歸之見到有人摘紅葉 對方警說,摘樹葉都是一兩片而已 那些葉不摘,遲早都跌 方建儀俗指,有人問過我 覺得世上最可怕的是什麼動物 我毫不猶疑答,人類 但他亦深信,在者可怕群體中仍然有善慮 而他亦會繼續選擇做正確及善良的事 最後他寄予大家擁抱上天給我們的美景 別走向歪道,也別合理化歪道 華泰恩發而易,很多網民認同表示 植物很慘,其實他們都有感覺的 還有網民指,九成是內地遊客 他們通常無功得深 方小姐真穩陣,難以辨認國籍的男女 不然玻璃心又被你打破 也有留言建議日本政府在櫻花季節 多請保安或義工見到就重罰 除此之外還可以將影片上傳給日本政府 舉報片中人做人面識別 如果是遊客就將他們加入黑名單 總之一定要做些事阻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網民Kat Law說,自己在日本住 見過很多這些缺德遊客,她會出手制止 當然,對方也會愕然相向 其實每年日本櫻花和楓葉季節 都隨處可見這些劣質遊客 網民細細粒分享個人經驗 只在日本都見過這些人 忍不住口說了他們 對方竟然狡辯稱,花子遲早都死了 簡直滿口歪理不知所謂 也有網民意味深場地指出 生活富幼及衣著只是外表 一個缺德行為馬上令低劣的品格圓形不露 有些國家是不會教什麼是公德心的 又何來普世價值? 最可怕的是,原本我們很多人都有公德心 但被人慢慢抹走 前特首林鄭月娥雖然已經離任 不過其位於金鐘太古廣場租用的辦公室開支 就有增無減 去年開支更加是高達917萬元 較上一年度升約32% 4月16日在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上 有議員關注事件 問及會否為前特首辦定立KPI 不過行政處處長吳江美利就表示 前特首來任後都應得到 恰如其分的地位和尊重 辦公室性質獨特 因此不適合定立硬指標 這麼說 對的對的 香港之所以有今時今日 這麼完善的選舉制度 和再無反對意見的和諧立法會環境 一個接一個的為止奇跡 全部都是林鄭一手一腳造成 她這麼大功勞 那些錢算得什麼啊? 她這麼成功攬炒香港啊 歷史人物來的 多多錢都要給啦 計我說900多萬真的不夠尊重 900多億就差不多 加上人家年年考大一嘛 不租最貴的地方 哪顯得自己高償啊? 還有啊 如果現在說減林鄭福利 你猜超哥不擔心他招軍體也相同? 才赤 是你班小市民才會擔心的 我們班高官? Who cares? 才赤不想辦法削老虐相殘的兩元車費福利咯? 叫我們班官減身反腐於民? 你們班小市民發夢都沒那麼早啦 有本事你們個個都移民 不用再納稅給政府 或者到時我們才會真是害怕 還有啊 除了777 你猜689使得小華 成日到處去 你們行不到那麼多的啦 別說我不提你呀 記得準時交稅啦 昨日節目中提到國際海運航線改道 香港恐失去海運中心地位 不過在航空貨運方面 香港機場獲選為2023年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 網民拆解原因指大陸成日航空管制 飛機無法準時起飛 因此大灣區機場暫時提供不到 香港那麼準時又高效率的服務 另外赤立國國際機場興建於97前 當年中共官員多番宣稱 這是英國人的陰謀 但如今香港仍然受惠於97前殖民地政府的大型基建 國際機場協會公布最新數據 香港國際機場按總貨運量計 獲選為2023年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 年內處理貨運量達430萬公噸 是2010年以來大13次獲選為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 運輸及密漏局局長林世雄指 對香港國際機場的成績感到鼓舞 並感謝機管局上上下下為香港國際機場的持續進步 作出的不懈努力 他說隨著三跑系統年內投入運作 預計到2035年機場每年將可處理達1000萬公噸貨物 會繼續肩負作為大灣區的重要國際貨運門戶角色 鞏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 機管局主席蘇澤光表示 航空貨運是支持香港物流業增長 及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機管局將貴繼續竭盡全力 與航空業界通力合作 進一步提升作為全球貨運樞紐的競爭力 近年香港百業凋零 航運業成為香港唯一還未死的行業 其實是值得開心的 香港海運中心地位已經被亞洲及大陸其他城市分駁 為何還可以保持航空貨運的龍頭地位 不少網民分析指 大陸經常航空管制 飛機無法準時起飛 目前大灣區機場根本提供不到 香港那麼準時又高效率的服務 聲稱是業內人時的網民說 香港的空運效率算很高 即使貨半夜過關 都會和他們趕早機飛來香港 還有留言指赤立國國際機場興建於九七前 當年中共官員多番宣稱 這是英國人的陰謀 是要花光香港的儲備 但如今香港仍然受惠於九七前殖民地政府的大型基建 香港人會感恩但不會感激大陸 首先說第一個新聞 美國情報機構正在讚寫一份 涉及中共高層腐敗和裂藏財產的調查報告 其中就包括中共黨魁習近平以及七個常委 報告調查的目標是 習近平和其他中共高官 包括由205名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 25名政治局常委委員和政治局常委 除此之外 美國情報機構還將評估 並報告中共各29個省委書記 調查他們是否有欺藏財富 以及腐敗的問題 這個是中共高官最害怕的 這份報告將對於中南海來說 貿易是重磅炸彈 有請吳先生詳細分析 如果這個報告出來 真的是一個核彈 我想這個肯定會出來的 我想肯定會出來 另外我知道有些人說 現在美國政府開始覺醒了 其實都不是完全這樣的 美國政府和美國的商家 曾經因為覺得中國市場太巨大了 是一塊大肥肉不可以錯過 所以很多事情它就忍氣吞聲 不去激怒中共 因為那時候要得到市場的利益 要靠一下中共 但是今時今日他們覺得 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西方政府它一直是權衡輕重 得罪你中共我會失去你的市場 但是我又擔心你威脅我 所以我一定要對你 就是從我的國家安全出發考慮一下 當它覺得國家安全的問題不是很大 它就會放鬆多一些 去在中國市場撈一把 但是當它發覺中共對它的國家安全的威脅 遠遠大過中國市場給它們的利益 那時候它就會改變它的做法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它們這麼熟 一直不知道 美國的情報人員一早就知道 由江澤民到習近平那些共產黨的高官 它會怎樣將那些子女送去美國 還有將那些財富送去美國 用它的子女或者老婆的名字 放在美國的名字 這些它早就知道的 你猜它們美國政府一樣 那些中央情報局 就是給它們睡覺嗎 不是的 它們早就知道了 現在新的是什麼呢 新的就是美國政府覺得 是要公佈的時候已經到了 那為什麼他們覺得公佈的時候已經到了呢 就是因為你自己習近平衰 你搞戰狼外交 是吧 那麼就以為呢 這個鄧小平幾十年前開始那個 那個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通過韜光養晦呢 已經吸收了很多美國的資金 美國的技術 也都偷了很多美國的技術 總之得到很多好處 那美國呢 還真是呢 曾經幫過中國 建設經濟 搞好經濟 那麼 那現在中共呢 覺得自己 哇 我已經強大了 不過呢 是有一些野狼自大的分量在裡面 那所以習近平 想就沒有機會 他就開始呢 改變做法了 因為他們覺得 我現在不需要低聲下氣 討好你美國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以公為首了 所以呢 就得罪了很多 美國政要和美國的商家 另外同時呢 中國經濟呢 又最近這兩年來 這幾年來 一直在滑下去 其實是很早的 我經常都說 2015年 中國經濟已經開始下滑的了 不過呢 共產黨呢 就死雞搶飯蓋 死都說我們中國經濟 是非常形勢大好 大唱光明論 所以呢 美國現在覺得 我不怕你了 第一 我不怕你 因為你經濟都不行 你那個中國大市場 遲早都不行的了 所以我現在不怕冒險了 另外呢 他覺得 美國的那些政要 包括 由總統到議員 還有那些智庫的人 他怎麼想呢 你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呢 開始下滑 你自己都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現在呢 相對來說比較靠我們了 習近平去舊金山 放下身段 好滑雪盡 最近又請很多 美國的商界巨頭去 也是太港好滑 其實就是在那裡求和 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不怕了 我得罪你 你敢不敢反擊呢 你敢反擊的話 你的經濟度落得更快 另外呢 美國方面也覺得 我不信得過你 你以前講得很好聽 我們中國以後呢 都會搞民主 都會有民人權 但是才要解決吃飯的問題 但是他們發覺 你早就已經解決了吃飯的問題了 但是仍然沒有民主 沒有自由 沒有法治 沒有人權 他們已經看得出的了 另外呢 他那個戰狼外交呢 大家也知道 美國總統也好 美國外交部長也好 國務卿也好 他們都是人來的嘛 他們都會有 有他們的脾氣啊 性格啊 感情啊等等 大家記不記得 好像兩年前 兩年前 三年前 忘記了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在阿拉斯加 和這個中共的外交部長 當時說王毅 和中國共產黨的外事主任 黃潔 黃潔子 黃潔子 他們都公布了這個視頻 那個視頻 哇 黃毅和那個 楊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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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那些口氣啊 大得不得了 他是演戲給握中國人 讓中國的老百姓 可以覺得自己我們現在 陽眉吐氣啊 我們很威風啊 他坐在那裡 就是直接用 侮辱性的口氣 和別人對話 作為一個外交事件 我記得他說 比如說那些說 我們中國現在 已經崛起了 和平崛起 我們不需要聽 你不要在那裡教我們 要我們怎麼做 怎麼做 什麼 就是說得很囂張 真的 簡直是一種 完全是沒有禮貌 甚至是侮辱性的語氣 和美國的國務卿說 那你想一下 我當時已經感覺到 布林肯 雖然他是民主黨的人 但是他那次會議的時候 他是忍氣吞聲的 人家有修養 不當場就發脾氣 罵你 你們罵人家 你簡直是流氓式的語氣 來和別人說話 我當時也看得出 布林肯心裡非常生氣 他說 他肯定是這麼想 你這幫難制 你這幫無賴 你小心點 你不要以為現在 又多了幾支槍 你就不可一勢 你等著吧 肯定的 這幫忙 你這幫忙 那幫忙 那幫忙 其實他們是暴露了他們的野心 這個野心是對於美國來說 是生死有關的野心 所以呢 布蘭克好 他回去肯定跟拜登總統會報這件事 肯定的 當時還有一個應該是當時美國的國家安全 首席顧問應該都是在場的 又是 非常生氣 肯定的 後來美國國防部長也見過中共的高官 又是不高興的 非常明顯 那時候我應該忘記了 是不是三年前的事 總之是幾年前的事了 那當時我想 美國肯定遲早要出招了 那出什麼招 其中一個招 就是現在Lily 你提到的 會公佈 可能 我想他會公佈 這幾屆的 尤其是現屆的 這個高官 又習近平 都到其他六個常委 什麼王滬寧啊 蔡奇啊 全部 他們家人 在外國銀行 國地銀行的存款 還有擁有的財產 還有整個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有25個席位 現在截止了24個人 她可能會有誰 她老婆會進去嘛 還有中央 中央委員 中共中央委員 大約有200個人 這些人呢 還有剛才Lily提到的 省級的第一把手 什麼省委書記啊 省長啊 這一類的那些 都會公佈出來 哇 這個為什麼是一個炸彈 一個大核彈呢 因為其實我想 美國這一招呢 是他們對中共多年來 向美國進行的宣傳戰 信息戰 媒體戰 認知戰的一個 極大的反擊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不是笨的 他都不是想打仗的 他都一樣可以懂得 跟你中共一樣 通過打仗贏 是好東西 但是通過不打仗而贏 更好東西 美國人更加明白這一點 所以呢 他就想出這個辦法來 為什麼會有效呢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中國人 當然公佈之後 共產黨肯定會蓋住的 不讓中國人知道的 我們呢 就要被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 那就是一個大大核彈了 因為那些中國老百姓 尤其是現在 經濟下滑 收入下滑 他們自己可能失業 自己沒有失業 可能兒子失業 可能老婆失業 可能鄰居失業 好朋友失業 親戚失業 這樣想一下 我們老百姓現在生活越來越苦 嘩 你這幫貪官 你習近平 說什麼復興中華文化 什麼中國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 你是偷偷把錢全部放在外國來 這些錢是哪裡來的 這些錢是哪裡來的 這是老百姓來的 是不是 大家想一下 中國人不是很笨的 中國老百姓會想 凡是能夠獨立思考的 不是完全不相信共產黨說什麼就信什麼的那些人 那些人 都是還有這樣的人 就是有獨立思考的人會想 為什麼我們現在中國經濟這麼差 為什麼政府不拿錢出來救市啊 救股市啊 救房價啊 為什麼不做啊 沒錢啊 那些中國人會想 喂 沒錢 我們這二十幾年來 你不是經常聽你說吹 怎麼就是中國共產黨英明領導下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非速發展什麼什麼 與日俱增 創造了無數的財富 那些財富在哪裡啊 大家要知道啊 自從中國進入了世貿組織 中國企業界賺的錢非常非常多 共產黨挖的錢挖得非常非常多 多到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因為他們開始都沒有想到 他們知道進入了世貿會對中國很有利的 但是有利到那個程度他都沒有想到 因為他就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之後 幾乎所有國家 全世界國家 他們的市場就大開門戶 給所有中國製造的產品泛濫的進入 而中共又到處來說 我們是發展中國家 所以就享受很多的優惠 還有他們又不遵守規則 說明不可以用國家的財力 大力去支持某一個企業 去在世界市場佔一個市場位置 這些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他們怎麼會理啊 一樣是這樣 總而言之 在這二十多年裏面 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賺了巨大的財富 巨大的財富 好了 那你二十五年的積蓄 巨大的去到哪裏 現在經濟下滑了 那政府一般的正式的政府 良好的政府 他會想辦法去幫老百姓生活過得好些 很多人失業可以提高失業金 你失業可以去拿多些錢 是吧 像西方國家就是這樣的 甚至是救市 你要花點錢買你的股票 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沒有錢 那些錢去哪裏 去到貪官的袋子裏面 是很驚人的 大家都記得 習近平搞什麼反腐 什麼周永康 薄熙來那些 周永康我記得 他的財富 哇 他有一間房子 擺滿現金的 擺滿現金的 那些用三個卡車才能運走 那是多少錢 那些是等著運去外國的 但是他還未成功 就是真是 萬億萬億美金 因為他換了美金了 所有的貪官 全部都是以萬億為計的 所以現在國家需要幫中國老百姓 改善民生的時候都沒有錢 還有很多房地產爆棚 這個恆大啊 沒有人去救他 沒有錢啊 沒有錢啊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們香港人都 可能有一部分香港人都不明白這個道理 還以為真的中共很厲害 令我們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啊 這個經濟體啊 是很多是假的 因為整個中國的道德是敗壞了 所以呢 很多公司賺錢呢 其實是靠說謊 騙人去賺錢 你騙我 我騙你 中國人那個 以魚我渣 在中國大陸是全面實現的 對 習近平說 全面實現小康之家 什麼小康社會 這些是假的 真的實現到的是什麼 以魚我渣 南盜女槍 這個是他們實現到的 所以呢 大陸真的是這樣的 你騙我我騙你 你不騙人 那你是笨人 你是笨蛋 我騙人 我不是說是人 在中國大陸 我騙人騙得很成功 我是聰明人 那你想一下 那些整個經濟體系 是充滿騙子 你騙我我騙你 你騙我 為什麼最近 中共很多 中國大陸很多 很多公司 那些股價 跳樓式 或者斷崖式 那樣下去 為什麼 因為你 因為我經常都說 股市股價 股價是一種 表達人 籌資者 對你這個企業的信心 那為什麼很多人買你的股票 很多人買你的股票 股票上 那有前一段時間 很多中國大陸的 上市的公司 哇 股價升得很厲害 很多人買 為什麼很多人買 因為你講謊很厲害 你告訴別人 你公司怎麼厲害 怎麼賺太錢 怎麼說什麼 因為它是靠這些 你告訴別人 你公司怎麼厲害 本身沒有錯 如果是真的 但是不是真的 很多是假的 混合 有真有假 混合到你都搞不定 所以 現在時間長了 發覺 哇 你講得這麼好聽 為什麼你現在 突然沒有錢賺 那些人開始了去 去調查去研究 原來發現 這麼多 是假的 所以現在中國的經濟 為什麼我說 沒有得救 就是這樣 因為到處都是假的 你想想 講回來 參觀 怎麼也是假的 由習近平 一直到蔡奇 到黃沪寧 一直到什麼 省委書記 天天講假話 騙些中國老百姓 總是 就是 共產黨永遠是偉大光明正確 明明他們是無賴流亡 殺人如麻的共產黨 天天講謊 大話 說不定的時候 就是殺人 明明是一個這樣的全體 它可以搞到 那些人相信 它是偉大光明正確 所以 你說 你來 沒錯 美國手中 其實已經掌握了 相當多的中共高官的子女 家屬 在美國的信息 而且幾年前 就已經承傳這個 市任美國總統的川普 他是要公佈這個中國官員的 180萬子女在美國的檔案 那是 吳先生 是啊 所以我剛才就說 所以我們看新聞的時候 不要以為真的 美國現在開始要查了 不是的 不是查的 美國中央情報局 比你中共的國安還厲害 只是人家 其實一直在那裡查 當然 每一個 就是 二十幾三十年前 在中國大陸 到美國 每一個人 都 中央情報局 都會跟蹤它 看它做什麼 它會 所謂classify 它會將它分等級 就是開始的時候 它會 在秘密地監視你 發現你 哇 奇怪喔 你來這裡是 當做留學的 哇 為什麼 每個月收到這麼多錢 在中國大陸 都會這麼多錢 是不是 這些事情 就是 它會馬上查 啊 這個人 原來他是 某某常委的兒子 哈哈哈 說是來留學 其實就是幫爸爸管錢 哈哈哈 是不是 那他就一直盯著你 如果你是行得正 行得很正常的 那麼 慢慢就沒有那麼多盯著你 所有那些 凡是 和共產黨有關係 其實他們早就知道了 即使有些人 填表的時候 入境的時候 他會問你 填表上面寫著 你是不是共產黨黨員 那有些人寫假的東西 說不是 那有時候呢 他們還要笑 美國佬很傻啊 我寫了我不是共產黨 我寫了我老爸不是共產黨 其實我老爸是黨委書記啊 哈哈 他們也不讓我入境啊 哎呀 人家沒有那麼傻 人家是因為 因為美國呢 美國佬也好 西方佬也好 他們都想做生意 他們確是覺得 就是前幾十年 他們覺得幫中國搞經濟 可能是好事來的 因為那些人呢 有錢之後呢 就沒有那麼瘋狂啊 那些中產階級呢 就會要求多一些民主自由啊 啊 所以對我們美國長遠來說 都是有利的 我們就幫他啦 是吧 還有呢 同時呢 幫的時候呢 那我們跟他關係好啊 這個十幾億人的市場 是非常龐大嘛 那我們如果能夠佔有一部分 就好 可對我們也有利 當然這樣想 所以呢 不要托著他啦 我們就秘密地監視他們 啊 托著他 知道這個原來是 某某常委的兒子來的 哇 他銀行裡面呢 開始的時候都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來的時候 他銀行裡面 只是有 有二十萬美金啊 那也是算了OK啦 不太聽名了 但是後來發現 哇 原來他不是 只是在這個銀行戶口啊 在另外一個銀行戶口 哇 最後發現了 連在瑞士都有一個銀行戶口啊 哇 加加萬 成億的 啊 這個不簡單了 他們就肯定要釘他們 全部 全部都入了紀錄 全部都入了紀錄 等候時機 所以美國都不是 不是好像中國大陸一些人以為 禁錄 是 今年3月呢 美國眾議院的委員會 剛剛通過了制裁中共法案 該法案對習近平和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 及其成年的親屬 實施金融和簽證的制裁 制裁的方式是包括 凍結財產 吊銷簽證 及所有可能的福利等等的 是 吳欣 是啊 很多人呢 就以為呢 制裁沒有用啊 這樣 什麼什麼 不是這麼簡單 這個 中共呢 都搞的 反制裁嘛 每一次美國制裁了一些 中共的高官 那中共呢 中共呢 又宣佈我們要制裁什麼什麼 或者是什麼公司 好像最近有兩間芯片公司 被中共去制裁 但是 這些人 美國人聽到 真是 就是 黑笑一口 為什麼呢 什麼叫經濟制裁啊 如果美國制裁 一個個人 比如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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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常委 中共的常委 他要制裁你的時候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蔡奇 要制裁蔡奇 那 制裁是什麼意思呢 他會 凍結你制裁 或者是你制裁的 直屬家人 在美國擁有的 所有的財產 OK 你如果在美國銀行裏面 存了一億美金 那你的美金就被凍結 被凍結 甚至會被充公 如果你 不 不動改前非 是吧 好了 你說 你中共 反制裁 我舉個例子 你要反制裁 美國的 這個 布林肯 好 我們 要把布林肯 在中國大陸的 所有財產 凍結 是多少 凍結多少 不要說一億 幾千元都沒有 你的反制裁 只是引人笑 是不是 這個制裁 不僅是這樣 將你在美國銀行 動業 你以為 我現在 已經 我一半的錢 不是放在你美國 是放在瑞士一家銀行 那 那就沒事了 不是 美國是世界經濟第一強國 美國是世界金融的第一把手 全世界都是用美金的 還有 美國還是很強 不麻煩 美國 它還有一個 應該叫做 二次制裁 或者二級制裁 就是secondary sanction 二級制裁 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 你在美國銀行的錢 和在美國的財產 我可以馬上全部凍結 你放在瑞士銀行的錢 我是甚麼 我要求瑞士銀行要合作 我沒有權去瑞士 凍結你在瑞士銀行的錢 但我有權 跟瑞士銀行說 喂 這個人是被制裁的 你不要幫他 你不要做他的幫兇 萬一瑞士說 我不聽你的資金 行不行呢 不行 為甚麼 因為瑞士銀行 雖然世界大家都知道 瑞士是金融 是一個小國 是一個金融大國 但是它那些銀行 都是要靠美金的 因為這個世界 國際貿易 國際的錢財的交易 全部最後是以美金結算的 那美金結算是美國作主的 如果你不聽的話 你瑞士銀行 我從今天開始 不讓你參與美金結算 這個人就死了 死了 真的 大家知道 林鄭月娥 香港的前不前特首 被美國制裁 制裁之後 她的工資是用現金來出 不可以放在銀行裡面 甚至在香港的匯豐 香港的恆生 都不敢給林鄭月娥 開一個帳戶 開一個帳戶 為什麼呢 因為林鄭月娥被美國制裁 如果你去給她開一個帳戶 她的錢就會經過你銀行 她的錢流通的時候 總有一步要跟美元結算的 所以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你如果這樣做 美國就說 我再不給你參與美金的結算 所以有些人說這個 叫做美國的美元霸主地位 這個是事實 霸主就不太聽了 但是她是一個掌管世界金融命脈的一個國家 你沒有辦法 中共早就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她一直在找辦法來解決 到目前為止仍然解決不到 她二十多年前就開始了 她經常要求在國際貿易的時候 包括我以前參加的一個跨國公司 當時都跟中國大陸有生意的 她每一次都要要求整個交易 是用人民幣結算的 我們因為大公司掌握了很多先進的技術 我們採都不採它 我說對不起 我們只可以用美金計算 你不採取美金就好了 你去找別的人 我們公司當時很大 還有很多先進的技術 所以中共有求 你也要接受 絕大多數的大公司 全部都不接受人民幣的 所以他們搞了很多年 沒有辦法 搞來搞去 朝鮮、伊朗那些國家都接受人民幣 所以就沒有成功 後來呢 她就搞那個叫做什麼 毛利貨幣 即是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 Digital currency 她以為這樣可以繞過美金 搞了幾年之後 又是宣告失敗 現在聽說 最新的做法 中共已經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提出來 如果以後他們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中國準備接受他們本國的貨幣 當然對這些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很吸引力的事 即是我可以用自己的貨幣來付錢 很多發展中國家 他們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的貨幣經常都會跌 你用美金 你如果用我的美金付 我現在跟你簽了合約 一年之後付美金 到那個時候 美金對我本國的貨幣 已經跌漲了很多 即是對我來說 原本用我的貨幣 我自己的貨幣 譬如說是一百萬 你要我用美金來付 譬如說一百萬 我本地的貨幣等於是十萬美金 對我來說就是給十萬美金 但我的貨幣很不穩定的 你說我現在跟你簽了合約 一年之後給錢的時候 哇 原來要給十萬美金 我一百萬本地的貨幣 根本就不夠了 我已經貶值了 我現在要給二百萬才值得 對於這些國家是有一個好處的 我今天跟你簽合約 就是說用我的貨幣 到一年之後我給錢 我的貨幣已經貶值了一半 那我就益了我 但是共產黨是很傻的 他以為這樣可以擊破你美元霸權 但是問題就是 即使你這麼優惠 讓你用自己的貨幣來付錢 但是對於中國的經濟是 是什麼 雪上加雙 雪上加雙 你想一下我和一個發展中國 一個非洲國家簽一個合同 或者願意接受它的貨幣 但是所有大項目大家都知道 你簽合同的時候 你最多就給10%的 首付 其他工程到一半 你再給其他40% 如果最後完成 就再給其他錢 即是那些錢 有些甚至是兩三年之後 你才付錢 那時候那個非洲國家的貨幣 已經貶值貶都傻了 那中國大項目就等於沒有做 規管生意 所以這些招數 只是習近平那幫人想得出來 因為他是政治掛稅 他政治掛稅 他為了要摧毀你美元八權 他就想出這樣的辦法 最近我聽到的消息 他們跟一些發展中國家 不行了 所有國家了 你可以用你本國的貨幣來跟我買東西 如果是真的話就慘了 這個是政治掛稅 經濟災難來的 因為除了美元外 大部分的貨幣是不穩定的